国会职权修法释宪案出炉 判部分违宪 引发在野党的不满 而蓝营立委提出修公投法 将宪法法庭释宪的结果 纳入到公民复决的范围内 民进党团则是呼吁 不要成为违宪的累贩 行政院长卓榮泰 立法院长韩国瑜抱着小朋友 在议场门口一起拍照 欢度万圣节 是两院近期难得的温馨时刻 因为国会职权修法释宪案 判部分违宪引发在野不满 加上总预算人卡关 恐怕加剧朝野对立 但自笔式动画 吉伊卡娃小巴的卓榮泰 仍保持信心 国会跟行政院的关系应该不会 不会有不好的改变 那这个宪政的设计 绝对不会让国内的政局更不稳定 释宪案掀起波澜位置 国民党立委赖事宝抛出 要修公投法项目 在公民复决范围 纳入宪法法庭的释宪结果 强调用人民力量 遏止大法官变成宪政怪兽 国会调查权被宣判 部分违宪民众党团则表态 会续追国发基金弊案 执行没有被宣告违宪的调查委员会 跟听证程序 朝野继续攻防 事宪案结果外界担忧 影响总预算进度 卓龙泰十一月一号将到立法院 说明总预算 是否能说服在野立委 让总预算案 复委实职审查 外界关注 记者欧容张明如 谢其文台北报导